取得别人的资料的时候 我把名字给盖住了 因为有个知法 所以不能看到名字 那里面的话 我看一下同学蛮多的 甚至我刚刚看到有个同学 他填的这个自我介绍还蛮有趣的 他说他是来什么 是以上课来看美眉的变态 是谁 不要举手没关系 OK那 当然这部分的话 那就是说如果将来 各位要取得别人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功能 就是建立表单 Google的表单 那Google表单建立之后的话 其实我这怎么做的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可以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表单 然后建立一个表单之后 类似像一个编辑画面 那实际上就类似像这样 我只有做一个什么 这个问卷的名称 主标题跟副标题 还有里面我用的问题只有 包含就是一个什么 文字方块 就是要填名字的 填电话的 另外如果要填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范围 然后还有一个单选跟复选 大概就是这几个而已 最后你把它save之后 它会有一个网址 那我就把它缩短网址 变成那个网址 那个缩短网址非常简单 你就到goo.gl里面 就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只要google账号就可以 它就帮你把很长的网址 就上面这一串网址 把它变成很短的网址 那你又把这个网址给人家之后 并且那个goo.gl的服务里面 它还会帮你产生QR Code 所以刚刚各位有看到QR Code 就是这样做的 那这个服务的话 将来你甚至可以跟什么 智慧型装置做连结 因为你看现在几乎海报的右下角 一定会有个QR Code 那要人家填问卷的话 就用这种方式 那做完之后的话 马上可以存到 我们自己的试算表里面 那这边就一目了然了 那我回去再看一下 大家的需求在哪里 还有email信箱 比如说我要寄给大家的话 email信箱 直接复制贴上 我就可以寄给大家了 就这么简单 另外如果我想要知道 各位的学习需求的话 这边有一个显示 回复内容的摘要 马上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一班的程度 72%是入门的 所以好像我不能讲太快 不然的话 会不会有同学 会比较跟不太上 不过因为以往的经验是这样 一定都会跟不太上 为什么 因为时间太少 所以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点 这个请各位谅解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很多东西交给各位的时候 那如果时间这么少 怎么办呢 只好加快 不过没有关系 我讲过 我会再寄影音给各位 你们回去再反复听过 OK 所以你们课后练习的时间 可能要比较多了 我想这个部分 请各位稍微谅解一下 那第二个